六甘廳 杜蘇 藝文中心 現在回到電視 林秋宏生活家是蔡維和優惠蘇星店 現任電視很多精彩作品 內容相當豐富 歡迎享受鄉親全都觀賞 這次電視的作品每一天都非常特別、好看 這次作品很多都是生完的用品 到家屬用在生完 讓生完變成德菜、德豬 這次的作品的話 依彩繪為主 大部分我們會把它利用在 平常可以用到的器具上面 比如說木器、石頭、布料、金屬等等 現在的人生活壓力大 然後它可以呈現像一件藝術品 也可以拿來我們平常使用的日用品 店長表示 這次電視非常豐富 精彩歡迎鄉親賺來分享 林秋宏老師是我們陸秀大學的老師 在這邊已經差不多七年了 那它的經歷差不多二十年 它的藝術的彩繪 跟一般傳統的彩繪又不一樣 它訴求是有什麼東西你就聽到彩繪 也就是將彩繪進入家庭化這樣子 那今天它總共有差不多三百多間的一些展覽品 那除了一個年有差不多一半的彩繪 其它的部分就是有他們學生來這邊展覽 當中有十五歲的學生跟它一起展覽 讓我感覺這個展覽比較不一樣 不是只有油畫 它可以把很多家庭的東西來做一個彩繪 會讓家庭看起來更繽紛 更精彩 這是現代的一個藝術 那我也希望 各位好朋友如果有空的話 你要來這邊看它的一個展覽 會讓你感受不一樣的一種藝術氣息 也可以把這些藝術帶到你們家裡去 你也可以自己主動來去彩繪 讓家庭更漂亮 這一次林老師他這一次的一個作品的一個展現 讓我感覺其實 出來不是只有簡單就好 有時候你來加一種食材 加一種自己的一個作品 讓家裡更繽紛更漂亮 這是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這次林秋鴻生活家是蔡威和油威蘇生店 登記時到10月26日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全王六港度數給問中心關上 新中華新聞創龍青 六港蔡鳳報道